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澳洲政府23日发布13年来第一份外交政策白皮书内容提到气候变迁,粮食危机并称与美国的联盟是澳洲国防的策略核心,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倾向,也忧心中国在台海动物。 卫报报道,在澳洲外交白皮书中提到由于气候变迁造成环境压力,未来对水和粮食的需求将会上升,导致冲突或人口移动,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冲击。 外交情势部分白皮书认为为了抵御中国的强势姿态,应继续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。 报道指出,虽然白皮书中认为为了经济利益因与中国合作,但仍批判中国处理南海争议的方式,批评中国是区域秩序之主要断层,反对中国在南海做出的军事动作,也忧心中国在东海以及台湾海峡动物。 报道认为,白皮书暗示了澳洲将更积极与印度洋、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接触,像是日本、印度、印尼与韩国也将更积极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。 文字幕组订阅